各位母叔叔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着重的来介绍一下装光杯 这一套东西的包含的产品 以及它的表演流程 还有它与其他产品相对比之下的一些优点 我们看到这套产品包含的是杯子 拇指灯吸管以及牙齿套 另外呢配的是充电线 我们先从杯子开始 这个是杯子的大体的一个外观结构 在舞台上就是这样子 因为灯太亮了 所以能看到灯走去的舞台上的话 这个做了一个磨砂的一个设置 所以在舞台上你根本就看不到里面的灯周 不会穿过帮 除此之外呢 这个上面没有其他的按钮 只有在底部做了一个透明的开关 而且触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只需要手托着 它用小拇指来去轻易的一抵 它的机关就触动了 那等一下呢我给大家试一下啊 另外呢是这对拇指灯 这个拇指灯呢 跟以往的拇指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在底部没有做一个按钮 以往的话底部是三个黑色的按钮的舞台量的话会很容易看出来 那这个呢直接把垫入板做到塞到里面就可以了 里面的话是非常的简约 我们配的话是配一对 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OK我们只需要放到里面去 它这个地部有点点粘性 放到里面就好了 我们先用这个给大家试一下 OK我刚才说了 这个是一个是一个隐形的开关设计 我们只需要触动它 比如说我要丢蓝色进去 你看绿色进去 红色进去 OK然后不信的这样子 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你这个拇指灯就 这个拇指灯你一开始可以再表演这两个光束在手指间 然后呢穿约 OK这个先放在一边 那除此之外 我着重的介绍一下这个吸管 这个吸管呢是一起的 所有的电路板 电池 充电口 芯片 灯珠 全部在里面 所以它对于比以往之下的话 你不需要把电池这样藏在手里 因为你从衣服里面拿出来 把电池藏在手里很奇怪 就这样子 对吧 就看起来就手里很怪 一定会有东西在手里藏着 那这个呢 你就直接拿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它的触动机关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抵着 抵着 抵着杯子或者桌面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灯珠 会往上穿 OK 那我们先简单的来 跟杯子跟吸管来 相互的结合一下 OK 那我先擦个这个牙齿套 这个是本来是戴在嘴上的 那因为我讲话 我就不用把它塞在嘴里了 你需要牙齿这样子 咬它 它就能登在里面这样子亮 在嘴里发亮 所以我们先关掉 它不会漏电 因为它是密封的一个装置 只需要套在牙齿上就可以了 我们先回到杯子这个地方 比方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摇 让光在这个杯子里面 这样子就是 你看 就这样子光在杯子里面这样子摇 我们清一下之后去碰一下 它就清下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吸管去配合 吸管呢 你就像刚才说的 就需要这样 我们放到杯底的时候呢 最大了之后你按一下 对 你看它灯粥 再往这吸 OK 到这里清紫 一半了 对吧 那这一次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吸管这样子里面搅 让这个灯粥在里面感觉 在晃动 然后你让它放在里面搅一下 我先吸管拿出来 停 那么继续刚才的动作 这样子 对 然后呢 把这个灯粥 最后一个灯粥 吸管 那吸管呢 就是要牙齿桃 晾在嘴里面 这个时候 我让它回到杯子里面 然后呢 它又回到杯子里面 那最后做一个结尾呢 我们也是在 系统上做了一个设置 你比如说 手里藏雪花指 或者其他东西 然后手掌打开 这时候灯呢 然后呢 这慢慢的 然后呢 出发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最后 雪花指 OK 那我着重的说一下 就是这个 它可以设置单色模式 你比如说 我现在要设置一个其他颜色 蓝色 红色 那我用红色吧 我刚才按钮按到红色了 那么这束光呢 就是红色了 就它的表演流程 是刚才一样的 你比如说 我现在要红色 你看 每一次丢进去都是 红色的 OK 这个就不用多展示 西瓜也是一样的 我如果要红色的话 如果我要红色的话 也是一样的 现在是彩色 OK 你看 现在就要红色了 当我再次启动它的时候 OK 就彩色了 然后呢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拇指套 吸管 装光背 牙齿套 除了这个是不可以充电的 因为它是密封的 这个一次性的 但也是可以用 用很久 一两年是没问题 那这个充电呢 就是这个地方充电 对吧 拇指灯 拿出来 充电 插上去 杯子 插上去充电 这么简单 全套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好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产品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联系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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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